写作单元移 确据练习 目的使家长可以协助子女 提高他们的确冲句子的能力 一般的同学到了作文的时候 他往往想到一些概念 然后将这些概念将他写成文字 但往往当他写成第一个句子的时候 那个句子的字只有十个八句字 他永远都达不到老师对他的字数的要求 所以那个同学就很苦恼 为什么一个同学只能够写一个十个八句字的句子 而不能够达到老师的要求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能够懂得如何去确冲这个句子 确句就是将那个句子的确冲 将它由一个短的句子写到更加长的句子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参考一下 小强看电影 这个句子很简单 概念也很清楚 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将这几个字的句子 能够变成了几十字的句子呢 方法当然有很多种 其中就是我们可以运用 有两种的词语 一种就是形容词 一种就是副词 我举个例子 小强看电影 改了 确冲小强看精彩的电影 我已经加了精彩的三个字 精彩的这三个字就是形容词 这样的句子就会长了 而且所写的事物就会具体了 我也可以怎样说呢 就是小强看十分精彩的电影 加多两个字就是十分 十分就是副词 我再试试试 小强十分专心地看精彩的电影 在这里来说 我们又加多了什么呢 十分专心地 这是一个副词的短语 我们也可以再把它确冲 就是说做完功课后 逗号 小强十分专心地看精彩而刺激的电影 开心极了 句子由五个字变成几十个字 因此我们的确冲句子 应该是不困难的 只要我们的学生能够掌握到 确冲句子这种方法和技巧 我相信将来作文的时候就会很容易 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形容词 例如说这个好、坏、美丽的、红的、漂亮的 这些也叫形容词 而至于副词 例如说 狠、大、十分、非常、刚、耳经、常常等等 我们在我们的本单元里面 附了一个常见常用的扶持表 家长可以拿这个表来给你的子女 一起阅读、一起学习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单元的培训 令你的子女能够提高他的 我们的确冲句子的能力 接着我们讲一下 就是那个家长的应该怎样做 到家长去采用我们的教材的时候 首先他要看我们的六象 通过看这个六象 对我们本单元的训练目的 和训练的内容 有了清楚的了解 于是他就可以进行培训他的子女 他首先在我们的单元里面 选取一些相关的练习 来给他的子女来做 例如我们可以选一个练习 叫做小强喜欢吃水果 这么简单的句子 不妨引导你的子女去学习 利用一些方法来将这个句子确充 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些形容词 例如形容这个水果 小强喜欢吃美味的可口的好吃的 营养丰富的有机的或者便宜的 都是水果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活动 能够将这个句子可以大大地的确充 至于这个富词方面 我们如何加呢 我们可以说小强十分喜欢吃水果 小强非常开心地吃水果 这样我们通过增加大量的形容词和富词 就可以令到这个句子可以得以确充 你的子女通过这样的训练 我相信将来他平时作文的时候 应该就会想到一个概念之后 将它写成一个简单的句子 慢慢慢慢在适当的位置 增加这个形容词和富词 如果各位家长 你对这个形容词和富词这些术语 不是太认识的时候 不要紧要 你可以忘记这些术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本身的母语是中文的 所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只要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句子 多读几片 那你就能够将适当的词语 将它放进去 在我们的子女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假如他感到吃力 不妨提供一些适当的形容词 扶持给他参考 令他减轻货业困难的程度 让他多些有成功感 成功感多了 自然自信心就会增强 所以应该通过一个确据的练习 他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完成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活动的延伸 当我们的子女完成了我们的练习之后 我们可以过了一段短的时间 我们可以继续做延伸活动 延伸活动有很多种 例如说 我们可否在做这个确据练习的时候 家长和子女共同完成这个货业 大家可以共同参与 去写上有关的形容词或者扶持 当作一种互相切磋 和互相一种学习观望 甚至当你发现你的子女 在这方面有困难的时候 不妨那个家长可以提供大量的形容词给他 请他用一支笔写到答案里面 通过他的手写也是一种的练习 因此我觉得这是一种亲子的活动 可以通过互相参与完成这个货业 就更加有意义了 学习的评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例如说两个月三个月 我们的家长不妨将你的子女 曾经做过这个确据练习 就拿出来 请他再做一次 乃至两次三次 因为这些练习 其实多做几次是越做越好 理由就是能够令他通过不断反复来做练习 增强他对这种确据技巧的认识和掌握 将来他寫作的时候 他便会轻而易举 很快就能够将他的文章写成 这样便完成了我们的培训 这样便完成了我们的培训